你不能不知道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武汉肺炎疫情持续警戒 就怕随之而来的清明返乡祭祖人潮成为防疫破口 台南市首度宣布 今年清明扫墓全市31处公营纳谷塔 不开放入塔祭拜 包含了法会以及扫墓专车都将会停办 而这个消息一出呢 民众正反两极的评价都出来了 但是市长黄伟哲说实在是为了防疫考量 也相信祖先们会体谅 清明节脚步将近陆续有民众提前扫墓祭祖 随处可见防疫公告 那股塔内属密闭空间不得不谨慎 额温是超过37度 我们就没有进入不让他进入管内 希望这是总量管制 清明扫墓祭碰上武汉肺炎疫情当前 严防传染风险 高雄市防疫规定民众进塔祭祖 得戴口罩量额温消毒 同时进行总量管制 不过往北走在台南首度下禁令 全市31座公营纳谷塔 今年将不开放入塔祭拜 不只不开放入塔祭拜 也取消法会 今年包含扫墓专车都停办 祭祖堪称大事 消息一出民众反应两极 不得不的禁令群是要避免群聚感染风险 其实昭华县摄投乡 严谱乡也宣布禁止扫墓民众入内 台北市责财管控分流 防疫非常时期 鼓励户外祭拜或线上追思 虽不方便但缅怀祖先 心意不变 记者综合报导